明天两点多 年轻人陆陆续续光着脚丫 偷偷摸摸走出来 目标都是同一地点 13楼朋友的房间 当时总共五个人 从土耳其返台 入住防疫旅馆隔离 却偷跑群聚开趴 被抓捕后 也害防疫旅馆资格被撤销 旅馆的业者是会比较 吃亏也比较倒霉 那个是民众的事情 跟防疫旅馆本身没有关系 位在三明区的三星级饭店 去年疫情期间 痛失驿馆资格 连带82名房客 也得转移其他旅馆 业者怒告这五名开趴男 求偿将近755万元 厂商就非常的难过 我本来好好经营的 也还蛮多订单 甚至有一些款项 都已经附进来了 他就退了很多钱 100多万 过程中一名诚信被告 辩称自己已经被罚22万元 还说是业者让酒类进入旅馆 五个人才会忍不住 但法官审酌业者要退钱 给82名旅客金额约110万元 还有被收回的补助款 42万多元 因此判五名男子 要赔偿业者152万多元 全案可上诉 违言告细法人 无精神上痛 另110年7月份的水费 电费及员工薪资 违言告经营之常态支出 非属经济上知损失 此部分请求无理由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未来还是会上诉 去年业者把饭店 租给其他防疫旅馆 业者接受 但不满让渡前的水电费 以及员工薪资 也要并列损失当中 却被法官驳回 律师表示还会再上诉 争取到底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